台東縣議會第十八屆第九次臨時會大會開始 全體肅立 主席就位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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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唱國歌 媒體記者工作 記者大家好 今天召開這個臨時會 我想大家都心情非常的沉重 台東在7月8號的凌晨 遭受了百年一見的十七級風的狂風吹襲 台東市守善區 蠻木窗移 幾個鄉鎮的農產品完全的灰色 我們很多民眾的家也都已經不堪居住 所以很多的議員同仁在這個時候 要求台東縣議會 加開臨時會 來討論風災過後 台東如何重建 以及在如此的極端氣候之下 我們將來要如何的更好的防範 這樣極端氣候下的環境 慶林集中了幾點大家的意見 很快的先做一點說明 等一下我們會有時間 讓各位議員同仁公的一級主管來做討論 台東是有名的觀光地區 但是台東縣所有的電線很少地下化 那麼我們希望我們有機會 透過這一次慘重的災情 是不是有可能逐步的讓我們台東重要地區 重要觀光地區的電線能夠地下化 讓台東也能步入如北部的都會區一樣 擁有地下化電纜避免風災的之苦呢 那蘭嶼綠島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觀光地區 每一次的大風都是首當其衝 殘不忍睹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考慮將蘭嶼觀光 首先盡快地地下化 再一次我們也希望台東縣政府一起 跟我們攜手來呼籲 其實台東縣並不是所有的地區都是災區 我們還是很希望很多的朋友 在7月8月這兩個觀光熱季來到台東 因為台東這裡我們大家重建家園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們希望有機會能夠跟所有的鄉親再次的說明 歡迎大家來到台東 7月8月都是非常漂亮的季節 台東的風景也是相當美麗的 再來就是在災後這個濃損的部分 已經好幾次我們跟中央呼籲 希望中央能夠有明確的規定 在災損的部分 出勘跟副勘是不是能夠合在一起 不要浪費人力 希望中央能夠聽到台東地區民眾的聲音 讓我們的勘災 讓我們的鄉公所的人員 鄉鎮公所的人勘災速度能夠快一點 也不要讓我們僅有的一點人力 尤其縣政府鄉公所的人力都相當的吃緊 不要讓大家的時間浪費在無謂的照相跟公文來回中 這是台東地區的要求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這次的農損 幾乎其實除了農業的損失外 設備類也相當的損失 是不是能夠在設備的部分 農業設備的部分 也能夠讓農民有低利貸款 或者讓他們能夠在這兩三年 完全沒有收成的狀況下 讓農民能夠有一點點寬裕的資金 讓他們重建家園 那我想其他的意見 我們也要留待我們的議員同仁 等一下能夠跟我們的縣府的各級主管 來做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 討論議事日程 那我們是不是請秘書長先將暫定的議事日程 跟各位議員同仁做說明 各位議員大家早安 那麼第十八屆我們第九次零時會 我們議定的議事日程 簡單的跟各位報告 那麼今天是7月14號我們議會會 早上就是開幕典禮主席報告 那麼討論議事日程 縣政府有關於尼波特 那麼颱風的這個災情的報告 那麼我們增加一個臨時動議 就是我們議員如果是對於這一次的這個颱風 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要建請縣政府來處理它 所以我們增加一個臨時動議 那麼明天是尼波特 我們災情的一個勘察 我們大致上 我想我們每一位議員 你們週子上都有一個預定的這個預定表 那麼原則上我們是九點 在我們本會一樓的這個大廳的集合 那麼從東商東海國中到資本 湘南 那麼然後到北南到陸野 我想請各位做參與 那麼十六、十七 我們是立假停會 那麼最後一天是7月18號 就是星期一 星期下禮拜一 我們仍然是審查縣府的 很多的同意澱付案 還有我們議員的提案 人民的澄清案 最後臨時動議 閉會 以上八號完畢 謝謝各位 各位議員同仁 針對我們的議事日程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好 各位議員同仁 我們特別要介紹我們這一次 練習的兩位臨時 呃 兩位 練習 單位 我們特別 特別邀請 台電公司的副處長 吳坤棠先生 烈習 請 吳先生在嗎 哦 對 吳先生也是我們台東的子弟 我們歡迎北南鄉的子弟 吳坤棠 吳副作 第二位是自來水公司第十區管理處的副作江貴龍先生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呃 呃 副議長 陳副議長 您對程序有意見 好 陳說 好 好 謝謝主席 我對我們誠信沒有意見 但是吳 我這裡看到我們這次尼泊特風災 對台東損失這麼大吳 我想吳 這裡有寫說要請我們消極管理局長來報告 我建議主席啊 讓我們縣長來報告 縣長最清楚 啊 這次人民的房子的受損 還有農椅業的受損 還有各地區來支援我們台東縣的 我相信吳 縣長報告會比較清楚 尤其是縣長他事情比較多 他也沒有辦法在這邊停留太久的時間 我建立主席 我們由縣長來報告 好 謝謝 呃 呃 臨時動議 欸 那個副議長他希望能夠我們請縣長來報告 請問大家各位議員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 張主然張議員有意見 好 同意 是是他舉手同意 那這樣子各位我們是因為縣長的 這個時間非常的寶貴喔 我們 我們是不是讓縣長 來做這個災後報告之後 我們讓縣長趕快 回去參與這個重要的一些會議 因為各個現在目前各個地區都還在 呃 台東縣政府還是指揮中心喔 我們是不是就讓縣長報告之後 那回去處理政務 那我們各局處首長留下來 我們再來跟局處首長討論好嗎 好 好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請縣長 就報告台來做報告 謝謝 主席 陳副議長 各位議員 謝謝議會給我這個機會來針對尼伯特颱風做一個報告 7月8號登陸台東的尼伯特以17級的強陣風打破了台東115年來的紀錄 我們很不幸的有一位台東相親喪失了生命 同樣等級的颱風海燕在20013年在菲律賓造成了7000人死亡 28萬棟的房屋回損 儘管如此台東的財務損失非常非常的重大 到目前為止我們初估超過40億 而且陸續還在增加當中 這個數字並沒有包括民間房屋以外的其他的財產或者產業的損失 尤其是我們公部門的聽色損失也非常非常的慘重 東海國中一個學校的損失超過5000萬 台東還有我們一向引以為傲的我們到處的這些樹木 我們估計損傷超過100萬人科以上 過去的這整整六天的時間 我們的重點工作都是在努力恢復我們的維生系統 讓道路能夠先通 水 電 電信 全力的來搶通 台電告訴我們 這一次他們受到的這個這個店的衝擊啊 是歷來最大的 也都非常的努力 雖然沒有能夠如我們所願的 盡快的給民眾提供水跟店的這個方便 但是我相信他們都盡了全力在做 我們同時很認真的努力要恢復我們台東市的市容 從颱風發生到現在 我們清出來的垃圾 運到建榮也埋場的 截至昨天晚上 已經超過3800噸 各位一眼 平常台東市 一天運到那邊的垃圾是60到70 到昨天已經運了3800噸 這個還不包括 我們清出來給堆樹木的 在捷地爾那邊 已經堆了5400多個立方米的數字 這個狀況 其實基本上 已經篩爆了我們的建榮也埋場 所以我們透過中央緊急協調高雄的風化場 增加每天為我們風化處理的垃圾量 當然還不夠 每天增加30噸 但是我們還繼續在努力 所以垃圾的從前端的處理 過程中的清運到後面要去怎麼樣去處置它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無比艱巨的一個挑戰 但是我們在很多的協助之下 我們即將要完成這個工作 我給所有團隊設定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 最慢 在明天的上 我們就能夠把這些都收尾收起來 恢復台東的市容 我們會全力以赴努力來達成這個目標 各種各樣的補助的機制 也都已經展開 濃損 天然災害的補助 房屋毀損 房屋毀損的補助 除了現在已經有的辦法之外 我們都跟中央爭取 加碼補助 所以也藉這個機會回應剛剛主席 所提出來的 也都獲得中央很正面的回應 農業這個區塊 這一次我們估出來的農損 可能到達10億 到達10億 現在已經開始讓農民從各個公所申報上來 截至目前為止 申報的農業損失已經有3億5千萬 然後 這個會刊的機制 我們會盡量 重檢重數 我交代我們農業處 如果公所那邊配合得順利的話 我們希望在下個禮拜 就能開始 把這個天然災害的補助發放出去 最快我們希望下個禮拜就能夠發放 房屋的毀損的部分 原本訂定的辦法 是要房屋達到不堪居住的標準 才有每一個人2萬 一戶最高10萬 結果我們跟中央爭取 現在新的辦法來了 即便沒有達到不堪居住的標準 還是另外有一個補助 每戶最高可以2萬 像這個水塔多少 鐵捲門多少 都有一個單項 但是每一戶最高2萬 我相信這個可以幫助到很多很多房屋受損 但是沒有達到原來那個標準的這樣的我們台東的居民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 低利貸款 的這樣的一個辦法 也提供給很多的中小企業 這一次受損非常嚴重 同時我們縣府也會另外再加 這個一部分的利息補貼 這些很多的這種補助的機制 我想也要請議員 參考我們為大家準備的這個書面資料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我們所有一切的這個補助的機制 都一定會用重優 重寬 重數 這樣的原則來進行 這次台東鄉親 受到這麼大的損失 我很難過 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接下來復原重建的路 是一個非常艱困的路程 我們一定會 盡全力一路來陪伴大家 我們也要藉這個機會 難得的這樣的一個重建的契機 我們要加速 台東地區 電感地下化 我們要藉這個機會 強化我們對廣告招牌 對這些違建物的管理 我們要更有計畫性的 來擴大 台東地區的直樹 這些等等的作為 都要能夠確保 重建以後的台東 是一個更優質更美麗更安全的城市 我們要感謝的人非常多 從7月8號 凌晨開始 各個醫療院所裡面 的醫護人員 我們這些消防救難的 弟兄 在風雨當中 去出勤務 我們 國軍 很快的 就到位 我們的警察 我們環保局的同仁 各個鄉鎮公所的 清潔隊的同仁 還有從 十二個縣市 陸續來 支援我們 八九百名的 這些人力 跟三四百種 各型各樣的機具 車輛 這些隊伍 全國各地來的志工 包括慈濟 這種社會團體 還有 到目前為止 累積 一億五千多萬 的各界的捐款 我也要 感謝 蔡英文總統 林全院長 都在過程中 親自到台東 來關心我們 好幾個部會的首長 也都表達對台東的支持 尤其是 政務委員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委 吳鴻謀 因為有他 在這邊坐鎮 協調 讓很多中央的資源 可以更快速的到位 這些 對我們 復原跟重建的工作 都有很大的幫助 暑假是台東觀光的旺季 觀光產業 又是台東的龍頭產業 我們必須要 讓台東的觀光產業 盡快的 恢復過來 重新出方 勢容已經恢復了 我們補助的機制也啟動了 重建的工作也展開了 但是 台東不能停留在這樣的階段 台東必須要 更快的 告訴全世界 大聲地講 台東 大聲地講 站起來了 所以 這個禮拜六 在 資本溫泉的 熱氣球 光雕晚會 原本就排定的 大聲地 包括北南的鄉長 包括日本地區的業者 也都殷切期盼 我們能夠 如期的來舉辦 透過這個網會 告訴大家 熱氣球 重新開始了 台東 重新站起來了 我也要在這邊 呼籲 所有的好朋友 帶著你的家人 帶著你的朋友 到台東來旅遊 到台東來消費 用最具體的行動 來支持台東 各位遠先進 台東這一次 為台灣承受了俄羅斯 這個破天荒的風災 我們能夠在短短 一個星期以內 就讓台東 站起來 重現生機 幸福團隊 以超高的效能 達成這樣 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 絕對不是一個擺爛的團隊 我要謝謝各位議員先進 好多位在過程當中 都打電話 給我鼓勵 給我們的團隊鼓勵 我們會繼續加油 也請各位議員 繼續給我們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縣長 我們相信縣政府絕對盡了力 口水比較快 但是我們要用實際的行動 來支持台東 來的縣政府 我們也希望我們議員同仁 在7月16號的晚上 來號召我們的朋友 來參加資本的光雕晚會 我們希望讓人塞爆了資本 讓大家都看到台東人 站起來了 那我們也謝謝縣長 是不是我們請縣長離心 趕快去證物 那我們繼續請各位議員同仁 接下來的議程是 好各位議員同仁 我們是不是一個人 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我們先 今天因為大家的時間都很寶貴 今天早只有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用我們平常 在尋答的時候 一個人五分鐘 最多連續兩次十分鐘 針對各局處事做尋答 這樣好不好 一個人一次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大家有沒有意見 最多 偶爾好不好 最多 一次 五分鐘 那如果五分鐘講不完 再五分鐘 十分鐘 最多 最多一次 那這樣我們 大家就把你要說的內容講完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先這樣好不好 謝謝大家 不然今天的會議 會十分冗長 那麼是不是我們就用按鈴的順序 好 那我們現在就大家按鈴 看誰要先來做質詢 好不好 呃 是江堅壽議員嗎 江議員 因為大家都一樣 是不是壞掉了 好 謝謝大會主席 好 江堅壽議員 好 我現在不是要質詢 我要先 剛 我們今天不是說要請台電公司 跟自來水公司來報告 覆水覆電的那個狀況嗎 因為到現在我剛剛還是接到電話 他有很多部落 尤其是山區地區的 都還沒有覆電啊 那這樣好不好 因為喔 他報告完你一定還有意見 如果說大家 如果真的 其實台電來報告之後 這 大家如果要的話 我們是不是徵詢台電台水 兩位長官的意思 是不是可以你們兩個 就在這十分當中 針對您的選區 來做 來做詢問好不好 不然他的報告 可能沒有包括A選區 B選區 今天整個台東縣很多選區 這樣可不可以 OK 我對各局處是沒有什麼意見 大家都辛苦啦 這一次的 呃 災害 確實是歷年來 所警戒 呃 大概 在我生命的歷程當中 所經歷的一個是 帶那颱風 一個是那拉颱風 這兩次災害是 台東縣死亡人數 最多的天然災害 這一次萬幸 我們的人員的傷亡 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財物的損失 真的是太嚴重 農民的農作物的損失 我們這邊評估好像只有百分之五十幾 其實我到災區去看的時候 這個災損幾乎是達到九成以上 很多的農作物是被連根拔起 或者是兩三年內根本不可能會有收成 所以我們在農業災損的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還要再加強一下 我們在認定上的一個標準 很多的作物是 今天少過了 明年也不會開發了 那甚至 藍腰折斷的 連根拔起的 你要再重新薪止 至少要在三年以後 農民才有可能看到收成 所以農業災損的標準的這個認定 我們還是要建起農委會 來重寬 來重寬認定 那許書長跟我講是說 縣武是建議中央比照 莫拉克三年的補助 我想如果能夠確實是這個樣子的話 對農民是不五小補 但是後期如果只補助肥料的話 我平心而論 我自己也是做農出生的 你後期第二年第三年 如果只有補助肥料的話 對農民的注意並不大 農民的注意並不大 因為農民是這三年內沒有收成 他平常就是靠農作物的收成為生 那這三年內沒有收成 我們只補助他肥料前 這個對農民來講是悲水車薪 毫無注意 所以許書長這個部分我們跟中央在建議 我們真的是要再重新來放寬認定的這個標準 而且那個補助的這個額度 百分比應該要再提升 因為這一次的災害不比以往 過去的災害水大概半年內可以復原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除了短期作物之外 其他的長期作物都是徹底性的這個毀滅 所以個人9號趁著去參加部落風年劇的時候 到災區順道走了一圈 實際所看到的災情 讓人真的是心痛 我看到我都不忍拍照純正 因為再把它拍照下來 一看到照片心又會再痛一下 所以我索性我完全不拍照 我只是限到實地去了解整個災區的狀況而已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謝謝 請問江議員你有沒有需要台電台水 那台水的部分基本上大致都已經完成護水了 但是台電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很多地方 在之前是因為封倒木的關係 道路沒有辦法通行 我們的工程人也沒有辦法進入 但是現在我到昨天為止所得到的回報是 大部分的那部的道路 都他們自力把它清除了 車輛已經能夠進出了 除了東新村的蝴蝶谷 還有一株倒木 因為太過於巨大 這個農民沒有辦法自行來清除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道路都已經是暢通了 但是剛剛還接到電話 大溪的新部落仍然沒有電 我所知道的是金輪 金輪溫泉的部分是到昨天晚上6點才供電的 那可以想見的往裡邊的立丘 往山區的這個零星的這個住戶 自然一定是也沒有供電的這個情況 所以後續在大部分的地區已經完成複電了之後 台電公司可不可以針對著這些 比較偏遠地區 尤其是靠農路進出的這些住戶的這個複電的這個工作 進度能不能加快一點 畢竟已經一個星期沒有電了 那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苦不開眼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能夠 台電公司能夠再加強一下 這一段期間大家真的是辛苦了 我們沒有任何怨言 有很多部分的百姓 雖然有在抱怨說為什麼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他們講我說大家將心比心 人家已經盡力在做 而且人家加班加班到都已經睡眠不足的情況之下 甚至還在風勢很強的時候都已經開始在搶修了 我們對台電公司已經只有感謝了 不應該再有任何的抱怨 那我們地區之所以沒有辦法馬上複電 主要是因為道路沒有辦法通行的關係 所以請我特別請地方的鄉親大家能夠來共同配合 還萬幸的就是看到我們部落 每個部落都自行動員 尤其是青年會自行動員部落的人 自行去清除道路的障礙目 讓車輛能夠通行 我想後續的部分就拜託台電公司 能夠再加快一下偏遠地區零星住戶的這個 復電的這個工程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江堅壽 陳鴻宗陳副議長發言 好謝謝主席 主席因為電力公司跟水公司 他們現在事情還很多 很多外線師的都來這邊在支援 我在這裡希望我們各位議員 如果針對電力公司有什麼比較重要的 大家提個意見 應該要讓他們盡快回去到工作崗位才對 不要留他們在這裡 因為現在講實在這個店 現在在副店大家都擠著 他們電力公司還是水公司 他們知道大家很擠啊 所以我是建議說 如果有議員要針對電力公司跟水公司 我們就先跟他發言 請教一下 給他們繼續回去 這樣希望主席財事一下 過來就是農業處 我建議你 鄉鎮公所如果看這個農損 那個標準要一致 不要有的鄉鎮這樣 有另外一個鄉鎮不一樣 這樣對其他就比較不公平 應該你們要制定一個比較一套比較標準的 不要有的看了這一塊可以補助多少 那塊又在那雕欄 我一直建議說一定要從框 從框來認定 不要太嚴格 因為沒有一個農民 他希望 希望這次死是這麼大 還拜託我們建設處 我們防止的損 這次損害非常多 以同樣的規格 我們的災損 重寬認定 不要用一個框架 都把他規定的死死 我常在說 沒人想說 房子要用到那裡 就像我們這次前市長 台東人為什麼 北部人說台東人為什麼要蓋這麼多 拿鼻子 對不對 因為台東人經濟條件比較不好 對不對 因為這次的房子 跑到大家的房子都很嚴重 水塗什麼都爬不爬去 所以喔 我希望說 我們政府下去看著 我們的善款也是有夠對 可以盡量把八歲到三天的 善款盡量拿來用 那齁 盡量 拜託 國台委 把我們的盡量救災 要上款盡量監獻 因為這次真的很嚴重 你看老花老月這個也非常嚴重 還有香蕉樹倒枕片 所以在這裡 拜託我們縣府各單位 對這次的風災 大家要多盡力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副議長 接下來我們請損失慘重 我們綠島鄉 謝謝賢運 謝謝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在這個 這麼大的這個颱風啊 肆虐過後 明天過後 跟那個電影一樣 緊急召開這個會議啊 其實也各 對各級處長 給你們綁在這個議會啊 小弟也說聲抱歉 那也跟你們肯定這 一個禮拜以來 大家的努力以赴 剛剛現場報告的 我們的大概的 所有的錢貌啊 都揮露 差不多了 那後續的 就請各級處長 我們要 再 繼續努力 希望我們先因為給你們的鼓勵 是你們的動力 那我現在 因為時間有限喔 我針對這一次 這一個颱風啊 針對立島所當其衝喔 我提出幾項 這個要求喔 這個 台電公司在這裡的時候喔 剛好我從來開會喔 沒看過沒見過台電公司的人來喔 那 台灣電力公司呢 今天 很誠意的派人來喔 來練習 那我就想說 這個是101年喔 那個 9月11、12日 我們立島相關所的提案 那個時候我當主席喔 那個溫泉俱落到今天 還沒有恢復供電 那是因為我不怪也要護台電啦齁 因為所有立島 那個電燃地下 所以這一次 停電的區域不多 那 唯一停電的 就是 溫泉的俱落齁 那溫泉的俱落是因為 翻山過林 所以他的 這些電線桿呢 這一次 經不起實際降空 所以我帶國經弟兄 要回立島的時候 台電公司有跟我聯絡 是不是可以把電線桿 帶著 我跟他說電線桿不是筷子啊 吃飯的筷子 客輪載不下去 那 所以說電力公司 是不是我們建議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備料在立島 是不是要充足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以前代表會提案的 在溫泉俱落 找看看有沒有 你別的地方的一個發電機 可以供那個溫泉俱落的發電機 備用的發電機 比照像 那個醫院 就是你台電的電 跳掉以後 它自動轉 轉發電機 就轉 轉營運的這個發電機 這個案子是已經 老生常談 但是我覺得 極端氣候以後 電力公司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在 那個溫泉 如果你 地下因為太長的路線 不電燃的話 你這個發電機 必須備用 必須備用在那邊 不要讓它 那些老人家 一冰箱的那個魚啊 颱風的時候 它 又來不及 都錯掉了 那延伸一個問題就是 我想 社會處長 應該要重視一個問題 這次我帶國金弟兄進去的時候 所有的 國金的 這個救災物資啊 我到港口接 被 這些國金交給 鄉民所以後 這救災物資 向溫泉聚落這些人 因為他的冰箱外調 沒水沒電 沒有辦法煮飯的時候 他們跑去跟鄉民所要這個救災物資 他說要斷糧才可以用 所以到目前還沒有辦法 據我所知 這個就是我們 現在我們的指揮所 跟鄉鎮指揮所 這個救災指揮所 救災指揮中心 你們的聯繫 溝通可能不夠 張副總長在港口是說 這個東西馬上進去就是 馬上要去 救急用的 到現在還沒有發放出去 這個是我在想 我都不怪別人 任何人 大概大家 忙成一團的時候 但是這個 如果沒有落實到 災民的手上 這已經失去了 救災物資的一個 基本精神 那 這一次 立島的 等於是二重傷害的 就是移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家 承受的傷害 然後 遺傳也承受傷害 報告主席 我是 第一 繼續齁 繼續 移民齁 最可憐的就是 他的家破了 傳毀了 但是這一次 那我在想 移民 大概一台遺傳 按照農業處的 那個補助 實在是 反不及其極 真的是 真的是像剛剛 江議員說的 杯水車心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他還要顧到他的家 要修復 遺傳的修復 而且我們遺傳 現在台東 目前 可能三四個師父而已 如果農業處沒有辦法 從外地 調集這些師父來 移民他有 有要修復遺傳 他願意致富 他願意先自己墊錢下去做 如果沒有師父的話 變成二十幾步 損腿的船 第一步 要做的時候 最後一步 可能三五個月後 才能輪到他 他是靠那個遺傳示範的 所以 我們不是要他 我們不是要募集這個 這個志工喔 不是 就是要招募 看看有沒有外縣市的人 來 來承攬這些工作 我們照樣給錢 這個農業處請 我提供你這個建議 那剛剛那個 如果可以的話 民間的補助款 就按百分比 給移民 為什麼 因為農業處你知道嗎 一條遺傳的壽存 頂多補助個幾萬塊 對不對 請問處長 前程的遺傳 頂下去啊 前尾的遺傳 大概可以補助多少 一眼這個部分我沒有特別去注意到 但是申請我們都可以申請 我跟你講喔 像我三個店面前尾啊 你給我補助六萬塊啊 其實我昨天估好了啊 五十幾萬嘛 光鐵皮膚就五十幾萬了 我們在政府就可以拿到六萬塊啊 齁 所以就剛剛一樣啦 跟農民是一樣的 我船沒有辦法修復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去摩山 所以處長你請坐 這個拜託一下齁 這個很重要 那個受災的遺傳的船組很多齁 他是用遺傳跟這個成功器儀位喔 貸款的 我是不是在這裡建請 我們縣湖 能夠 向中央環運喔 所有現在立島的 包括台東啦齁 的災民 是不是他所有的房屋貸款 遺傳的貸款 是不是可以延後一年 再來 支付這些貸款 如果他半年可以回復 他主動就會再繳交貸款嘛 這個我像這個很利益良善的這種 這種行為喔 跟這種建議喔 我希望中央機關能夠聽進去喔 再接下來就是 88風災可以三年無期貸款 可是我前兩天看到劉立委說 這一次的風災是低 會助警政府低利貸款 同樣是中華民國政府 88風災為什麼可以三年無期貸款 這一次為什麼要低利 齁 就包括這一次 近立島的志工啊 他說你的房子如果要修繕的話 你要負責志工的吃跟住 這個志工的精神就沒了 這縣湖應該要去主導這一切齁 不要讓相互所把這個利益良善的齁 變成這種 變成這種方式 我就災民了我還負責你吃住 我自己吃泡麵 我怎麼負責你這個 這個自工吃住呢 這個由相公所由縣政府來 專款來專用嘛 第二倍金凍資嘛 為什麼要把讓災民這樣子感受那麼不好 齁 這個 這個是 我的感覺齁 是以後可以改進的齁 這個立島港口齁 農業處長 立島港口的每次颱風都有 東港級的遺傳大的遺傳 進去還有客人的停泊 所以這個 港口齁 這個以後我們等災害過後都重現 都過後以後我希望促請 請處長跟我到立島去聽聽移民 港口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建置的齁 來設備的這種那個齁 那我等一下讓別的議員發言 如果可以的話 還有時間我再來補充我的建議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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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受災相當豪禮營發言 太馬里地區汪藝員 謝謝主席齁 離博特台灣重生造成我們台中全面性的回損 尤其在我們太馬里到湘南村 真的是像大家那些演講明天過後的情景 那个房子没了 田地也没了 那我们的百姓 他要怎么来重建他的家园 在这边我呼吁说 我们政府可以按照 莫拉克的这个补助 等同修根 因为我们田里的世家 老花老叶 很多的农作物 尤其是在这个世家的部分 因为他等同都已经没了 要把那个田里再重新重整 然后再做苗 缩成大概要到三年到五年 都没有缩成 那是不是可以也等同 这个修根的补助 让百姓让农民可以有一个 生存的这个空间 然后在这个房子的部分 不是在农田的部分 我也希望政府能 在这个重检 重宽 重树 重庸 让百姓可以赶快的重建家园 尤其是我们的农民 像有一个农民 他的田里已经通通回损了 可是他到了乡公所去 申请补助的时候 这个相公所的灵魂跟他说 你们的照片 不行啦 就是要我们去看 你看那 餐厨已经就放了一个星期 都不能去徵修 不能去徵礼 你说还可以啊 公所的人来看 公所的人也没太多人 他没去看这个农田的时候 他也没有很多人 那我们的百姓生理 这个东西都给他放到旁 没法改进来整理 希望那些厨厂 可以跟各乡镇公所 来国通协调 把他的所需可以简化 不要让百姓 这么麻烦 感谢那些厨厂 这拜托你 这个电力的部分 这家的电力也是全面性 那在我们泰玛里乡 九个村几乎通通 都是有这个电力的问题 那在这边要感谢 那个电力的工作人员 不眠不休 尤其还从外县市 调过来的这个人员 来抢修我们这个泰玛里乡 那现在我们泰玛里乡 大部分 有电的都有的 就是在泰玛的地方 像秀山 华园 兜梁 这有一些比较泰玛的地方 我希望我们电力公司 能赶快再加派人手 调配人手 来协助我们百姓 能有这个电 因为没有电 家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 尤其是冰箱的问题 民生问题更重要 那在这边也要请这个吴副处长 这个 建议一下 就是说我们泰玛里 电力公司的人员本就很少了 那这次的风灾 要都要派到外面去 所以我们那个主管就是 校长跟公正 再改做 那个工作要做 希望说我们这边 可不可以再调派 人员去那边 支援我们那个电力公司 好 谢谢 以上报告 谢谢 我们是不是请台电的吴副座 针对我们汪议员的问题能够回复 谢谢您 那个主席还有会长 还有各位议长 在座的各位贵宾 因为我今年的午夜到这边来 所以我现在就这两个部分 我做报告一下 刚刚有关立岛的部分 因为立岛的部分 在台风8号下午 中午过了以后 其实我们的人员 在10号已经搭飞机搭船过去了 至于我们的重机界 在11号透过中央的协助 我们也在12号凌晨到达立岛 所以在13号 我们已经前面把民生供电 自来水的供电 我们都已经完成的 相关的修复了 那至于其他三区 大概有将近26户所或是 山顶 那个部门 我们的人 买都没得去 没得处理 我们继续在持续的抢救中 至于有关泰满里这个部分 谢谢议员对我们的褒奖 因为其实在 重灾的部分 在从台东市 北南 陆野一直到泰满里这个地方 都是我们的重灾区域 那前省200多个来人 这边支援 到目前为止 我们议定今天 大概要把比较困难的地方 也都能够把它抢修起来 可是如果说真的是上山 车辆不能过去 像大峡谷 像其他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想这些 比较环境 比较恶劣的地方 我们台湾并不是放弃 但是我们会尽量的去处理 我想这个部分再请各位 我们的议员地方上的头子 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说如果因为整个七块 已经都已经送电了 那可能有一户两户 忽然间街路线被吹 我们没有看到 请各位帮忙 然后跟我们讲一下 跟村民跟我们讲一下 希望我们接到你们的信息的时候 你们的协助 能让我们能够很技术的把每一家都能够让他有工电的 完成工电的事 谢谢各位 谢谢台电吴副座的回答 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张议员 谢谢主席 在场的各位 大家早安 这次的台风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就 我险去北南乡跟阎明乡来谈 其实这个台风 我也希望农业处建设单位 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 11号我们议长举办的一个记者会 我在那里也曾经也提出 今天有这个机会 大家都在这里 我们希望夸急促 夸任何单位 大家批准很想的要去了解 这个工作不是哪一位的 这台风县 大家持有共同的认识 应该用这个角度去看 今天我们 我在主张在11号那天 记者会有讲 大家不要打口水战 大家也别去批评哪一位 那天我有讲 也不要批评先政府 也不要批评县长 也不要批评乡镇长 民意代表 因为这几天我们接的电话 其实手都接到哪 我们都害怕 电话一来 鼓励了没有 都是骂声连连 怪东怪西的 其实我在这边讲 台东刚刚我们县长讲的 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站起来 议长也说我们要站起来 事实上这个东西 台风的问题 其实大家也不愿意看到的 从来没想到会那么大 我们出手不及 那既然发生了 我们现在就要怎么样去 附建重建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 对于农业的部分 我们希望农业处 要特别去了解一个问题 官方 官方来讲 只知道说损失 表面一看一看一看 其实他不太了解 那边计程会我也谈 你今天农专户 如果说我们讲 世家就好 世家 老叶 老叶那个帐篷一倒 叶子一吹 叶子什么都没有 那个劲都是烂的 世家呢 他的根系 已经腐败了 所以你看世家树好好 也看不到那个 世家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节子 你看不到 可是叶子 吹得烂兮兮的 可是根系已经腐烂 今年度绝对没有说 明年度 会死 会火的 还不晓得 但是产量绝对是 下降 后年呢 可能会死光光 因为这个台风 你一直咬一只 咬一早 根系都坏掉 根系感染吸尽以后 一定会死 所以我在这边讲 就是说 在补助方面 农业的补助 不管是哪一种 农作物 应该要 重忧 重宽 重塑 重检 一定要照 这样的原则去做 不要说 在这里说好 下去做的时候 刚才董事长讲的 这个调查不一致 补助不一致 造成了一个 罵生年年 好意变成坏意 政府用心变成骂 我想这个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的台风 防台中心 县政府 县长从头到尾 在防台中心 在指挥 县政府的团队 这个今天我们讲起来是可亲可点 我想公务人员也有 也有妻子老婆孩子父母 大家都有一个家 台风来了 我知道台东市的状况 乡下一样 北南乡一样 冲入一个玻璃破掉 楼上 舟大水 北部中部南部地区 是积水 我们是从房子屋顶开始积水 下雨 河川流到客厅 最低一层 舟大水 我举个例子 我们北南乡 有一个所长 他的老婆 在温泉 跟我们那边的代表讲 你叫我老公回来 结果 人家打电话给他老公 他说 我买他回来 我在防台中心 我怎么回去 他老婆 就蹲在厕所里面 抓了一只小果 结果 黑板树 倒在屋顶压下去 那我们就推开 像比这个例子 我们就体会出公务人员 我们现在就说 都给公务人员 或都给这个团队 民意代表 各界 都给他掌声 都给他鼓励 所以我想 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 像电力公司来讲 那天记者会我们也讲 应该给电力公司 给他掌声 不要去责骂 这次也派了各先师派很多人来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听说天亮的时候 他们就走动员 我在北南乡 我就看到 哇那么早就来了 还下得大雨 所以我在这里说 请各位 各界 社会各界 给这些单位 多一点掌声 现在不是要骂水 骂水 口水战的时候 我想大家 共同为台东 我们重新站起来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张竹然议员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请 林东满议员发言 田石雄议员发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几天眼睛也都花了 抱歉 你要说吗 好 那我的时间暂时 先那个 不要占我的时间 那奉我们 副议长的指示 是不是说请我们台南公司 要 Plan 出道权起来 出道权起来 获得说 大���在和我 部队 真的帮助 可以勧逮 去作你的 不要算到 我的时间 去贤 交给 friendly 呃 好 呃 谢谢 总 觉得 那麼有關於這次的這個颱風 那麼我們在台上的我們陷入的各級處 大家辛苦了啦 當然外面對這次的救災 有一些負面的這樣的聲音 那是理所當然啦 這個天人在一來 大家都感覺說我們家生是最嚴重 多了這樣的想法 那或許在發了說 在個人的看法不敢怎麼樣 還是肯定我們在座 我們各位的這個辛苦 為了我們台東縣 那麼剛才我們很多先進所談的 我們的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來這邊 我的經驗啦 特別是我們台東的紅紅藍胎 我們的天然災害特別多嘛 那麼大家回憶一下 每一次台風 只要中央不管是總統行政院長下來 每一次所講的都是說 真的你們的災害很嚴重 請我們這次的救災 要從寬 從數 從減 大家都說這樣 對於一個總統來 大家的行政院長來 就都說這幾句話 後面的公文來 農委會公文來來說 還是原來那個 現在知道的救助辦法 只有農委會的主委名字不一樣而已 當年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總統要先進行跟你說 要從寬 從減 從數 你第一次的人來說 我就要叫農委會的天然災害 辦法下去進行嘛 天然災害辦法就是整條 集約 集約 截止 受災要百分之二十 要去現場勘察 再來這個勘察完之後 憲政府改良廠 農糧署 要去復勘 這要怎麼從數 所以根本的辦法 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天然這個救助辦法 沒有改的話 永遠都沒有辦法從寬 從減 這個現實面的問題 第一時間 鄉公所的人 是不是前面要去勘察 也要去勘察 因為我們自己走照相 老百姓的照相 他們不承認 走最愛鄉公所的人來騙鄉 後來鄉公所的人 農若靠的辯脊 差不多三個人 過年不是最多五個人 但是這個五個人的話 不見得對農業多次很清楚 不一定對政府了解 你是要叫什麼認定 真正的五個 百分之二十要怎麼認定 百分之二十要怎麼認定 你說有 我說沒有 對不對 同一個 比如說我來看 我來看是第一號 我的同事就看二號 我一號其實比二號更嚴重 但是我的看好像不到二十 二號的話就百分之二十 所以產生很多的這樣的困擾 所以唯一的辦法 所以我們天然救治辦法裡面 他就是說有五項 島湖 摺之 落葉 落果 還有那個那個 這五項有而已 但是剛才我們張議員他所講的 來行人要說來行人 哪怕陷況沒有塑繩 但是這個果樹啊 絕對會影響到明年的這個生產 影響到這一起的這個產量 絕對的 因為他那個 那個台湯一來 那個搖晃 那個根琴都斷了對不對 所以他的那個延期就受傷了 明年絕對會影響 哪怕現階段目前看似沒有 因為有的是還沒開發 還沒開發 但是他本身本身的果樹已經受審了 所以明年絕對會影響 但是我們現在的天然救治辦法裡面 就是沒有那一項潛在的災害 他就沒有這樣合理嗎 絕對不合理 所以我在這裡 再次的請我們農委處 有機會 絕對要很積極的反應上面 我的想法是說 假如說 只要我們這個地方 是列入為我們 現今救助的這個災區的話 只要去勘察 有災種的 齁 有災種的 就全部給他購 這樣才不爭議 這樣才有從寬 如果要從事 就像這次 我們現在報仇 九萬幾千幾個對不對 九萬幾個 你中央九萬幾個先報來 我們的管政府 多退少補 這樣才有從事 跟他說 香港政府報來 縣政府再去抽查 抽查 不過還要複查 複查又要去抽查 來來說 都股多貴 那麼 一個 譬如說 沒有種的 那是有的人 有錢 防衛 都雜草吹重生 那不要過 因為現在看得很簡單 現在航照圖 不用出去 航照圖看就有了 一定 要再去看20% 這都沒辦法 對路面的算是 那是 對路面是一點 你哪怕 射繞是九萬塊 齁 那就像說 請來清國就要不夠 不要說要有什麼 所以說齁 市長 絕對你要跟農委會這個 這個反應 聽你這個辦法 沒有改的話 絕對沒有 那個 我們這個 好像說 我們中央的那個 口號 沒有辦法落實 沒有辦法 我意思說齁 只要是財窟 有錢的 都要給過 那不是這樣 這樣對路面實際的 尤其來說齁 台東一來 島湖 到底什麼時候 相公所的 要來看 我們不知道 看了之後 會不會過還不知道 比如說 重點 我們不能讓第二次傷害 我們就急著馬上復庚 復庚 哪怕我們復庚完了之後 比如說那個 果樹島湖對不對 相公所一直排時間 沒有辦法來看嘛 我們不要給他給他 服證的話 等到一個禮拜來看 就死亡了對不對 你現在 服證一個禮拜 相公所來看 你都好好的讓我倒 所以說 我意思說 這個就是 我們所所處的這個困境 齁 所以齁 我還是齁 懇求我們的農會處 要跟總統的建議 要修改天然就是辦法 你這麼多啦 你這麼多啦 是不是這樣 齁來來來 說一下 這一次齁我們 7月8號早上進來 我們那天下午4點 就送到農委會的 報了6億5千萬 所以那天晚上 行政院就已經決定 第二天列入那個 現金救助 所以你們講的 從寬從數 我們絕對有做到 我現在最近已經各鄉鎮公所 鄉鎮長會跟他溝通 包括台東市 北南鄉太馬里 只要有中 我就講只要有中齁 當然外圍 因為你沒有那麼嚴重的 當然還是 還是要持續 我跟大家報告 最快拿錢的 最快可以領到錢的 下禮拜五錢 只要你公所送過來 下禮拜五就可以領錢 好啦 我們經費 多少錢都沒有問題 現在目前有三億 昨天跟農會講好 只要你 我們多少錢 馬上撥過來 所以錢沒有問題 出場 出場 你現在說的就是 我你講的重點 不是 公所 公所 公所最近要 因為最主要是公所核定 我們這邊沒有意見 憲政務絕對沒有意見 你講廢話 蛤 你說你做我領導人 你說這個話 不是 公所核定 我現在講的很明 你要害死香港所 我做 我也做過鄉鎮 不是 香港所補來的說 也是他們去求證 但是講唱中心話 我今天已經 我已經把程序講完了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如果我經驗 管政府都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改良條都有意見 這樣就接受 所以你說 香港所上來的都說 你還是香港所的人 如果要照我來說 不然香港所補來的 來 那個總員 你們別人香港所補去 都會照我們那些 去前所嘛 既然如果香港所補來都沒有問題 是 怎麼還有你們做一個 去複查的 那些 那些行政的程序 說幾個 不是這樣 如果香港所補去 就說香港所補 補十個 一百個你就把消息 是怎麼你們再去挑戰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對不對 公所說實在的 因為這個事情 不是有多發生一次 經常會發生 所以你鄉鎮長 在做判斷的時候 自己去判斷 有都會一起廢 抽柴很快 公所 公所不可變 台風每一個 每一年都有來 但是主辦人也會變啊 那不是這樣 我主親的來說 我自己看的 我明年已經退休 我已經調到我心裡來 你不能講這樣講 百分之九十個月前 沒問題 如果阿東 你們大家溝通一下 你們溝通一下 好嗎 其他目前保證 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再說 那些序案去 是不是這樣 這樣就是整理 那些大 就是府議長這樣說 是怎麼有的人 鑑譜 就能過 我就不能過 我們兩個農民 我們兩個鑑譜 天議員的 會算是比我更嚴重 我算是沒有更嚴重 我可以領到 因為不一樣 那些人抗渣嘛 這樣 那些人都要重寬 那些人都要重訴 對不對 我意思是說 不是我們不對 但是你要建議 沒有啦 我們現在你說 台東比農太麻利 三千幾乘 現在都沒問題 沒問題 你現在 當下目前保四十五乘 你可以去看 我現在還有當下 我現在還有當下 沒有啦 當下就要四十五乘 當下就要改 是不是這樣 總有一天當下 比農比較嚴重 但是 我意思是說 百分之二十 你怎麼看 你看看看不一樣 你看的是百分之二十 搞不好看百分之十五 你不會說我不對啊 但是我意思是說 有潛在的嘛 好 好嗎 了解 謝謝 好 謝謝 對啊 很可能 現在順時比較嚴重的田議員 不知道你怎麼會有情緒 來 我們請田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這位風太真的非常嚴重 歷史以來可能 在順時裡面算白抵 北看 老闆 我是要請我們處長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最重要就是 我們百分之二 跟別人 跟我們探討 你這些 受限出席的 這個 老百分之二 都倒了 可能差不多 八分之二 差不多 九十 啊 我是要請我們處長說 用這個 我們的農業資材 這個 怎麼會 跟我們報仇 農業資材有了 它八萬 你若是 我們的農業 農業就八萬 一家就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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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報到很多 現在目前報到幾百家 他們都知道 啊 現在是蝦子 因為如果剛才我們有 差不多一盤 有創作蝦子 那個部分就不可以 但是你們的蝦子 剛才沒有創作 跟他們現在創作 就差不多十一萬六 啊 哈哈 這樣 阿醫管 這位 比較嚴重 會有這個 政府其實不這樣 補助嘛 老百姓 這位真正很可憐 你看中心黨 的 那省事就是非常嚴重 台東比人不太麻利 他目前的速度 我們是希望說 後禮拜就可以翻 我們就希望這樣 我們公開也說過幾次 從鳳台第一天開始 我就卡電話 給三位鄉長長跟他們說 你們現在確認是 有創無創 這樣而已 有創無創 我不要說無創 拿一步 有創無創 比例 我們房間都打起來 我們都把你算了 但是有創無創 這重點 台東比人太麻利 這三個兄弟 是啊 我現在在說 就是說 警官師傅 倒下去 沒有辦法保重 像你如果造人 有時候造人的 可以搶 造人的 那甚至 民間自己 都沒有拿錢 沒有造人的 我目前的這個 我不知道 但你要試試看 但是目前我們是不知道 造人的有補助 造人的有補助 造人的 這樣可能 這樣可能就是沒有 造人如果沒有擠 他剛才看幾年 有的2萬 有的3萬6 好 好 處長你辛苦了 你請坐 好 謝謝主席 謝謝田園 我們請 也是重創地區號 王菲樂王議員發言 好 感謝主席 我看 所以我這樣說 大家都沒辦法 我自己看過 我們的處長 手指 你可能沒有 所在乎 你可能沒中 你有中嗎 處長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議員你說什麼 我都一定要保持笑 我們不能 炒民 炒民到 不是炒民 這大家都可能 不炒民 我不能炒民 炒民到是說 我沒有耐性 我覺得你說 這6億 就已經很高興了 不是不是 可以再補 只要你腦前 大家可以 我現在第一階段 就是讓它核定救助 讓它核定救助 你講 我現在所在的 我 我算一下 只要給我付費 要三百多萬 那 在那 種的算是百幾萬 結果現在 怎樣呢 這個 可以 算算的 可以補助 十幾萬而已 現在清清的補助 十幾萬而已 我算是 我們的政府在比你 我算 然後 沒有到 百分之一 不好意思 議員 我們目前是救助辦法 所以他可能是補充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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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說 大家 政府機關 盡量 像我們現在 整篇 我們兩三個都 扁一扁 扁了 你還要去找 十幾萬 要給它 扁掉 就沒有了 工資不是 我們來 另外一部門 你們要地利貸款 因為7月9日公告 一個月裡面 8月8日 你公訴申報 叫它開還證明 你去地利貸款 這個部門 先稍為大家了解一下 到8月8日之前 市長 我告訴你 你要經歷 比如地利貸款就好 這個部門 不要再說 要補充 要有什麼人 我一大堆 可能是想要救錢就煩惱了 要怎麼救 我現在這樣 我們盡量叫他甚至免利息 甚至逃幾年賣高 賣高利息 但是問題有一點就是 你申報之後這幾天 三十天來一定要去拿證明 申報之後拿證明 這比較重要 在八月七八以前 我們申報到十九 但是你在八月七八以前 一定要拿到那個證明 申報的證明 然後要不然 台灣要怎麼帶那個可以研究 我跟你講 盡量啦 這個東西齁 我們也不可以有多少錢 盡量來給我們這個民眾 盡量給他打手 這比較重要 不然每天民眾都要吃飯 不然每天都要帶來 後退我後退救助 真的太可能了 這次的救助的額度齁 只要補多少錢 沒有限制 我們現在已經達到那個標準 所以 如果真的損害救助的 大概都不會打針扣啦 這點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請一下 請一下 還有一點齁 現在最重要的 再後的困難就是怎樣 我請你 防法司長 防法司長啊 防法司長啊 我請問你一下 現在齁 我們這個農民現在 宰了之後 他 黑網啊 白網啊 俄羅斯 外國都要尾條 都沒好險 是 你們 妳們 妳有 購買一個 讓他可以讓農民去放的地方 不知道嗎 啊不然你 車賣不賺 你 還沒人燒 還沒人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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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黑網啊 那是垃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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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網啊 不能回收啊 那是垃圾了啦 他現在 收起來不是他 沒效了嘛 對不對 沒效了嘛 對不對 沒效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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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 第一次要找一個店頭 市公車 一定可能會被我們收嗎 那啦 他可以收啦 你這把錢租起來都會收 會收是 你在說話會收 這不能回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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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回收 還利用啊 你也說 叫人 也要去收人公司 那一檔子 幾來聲 農民都沒有飯吃 你也要找一個店 我記得我跟市民的工作來合調好不好 這是黑網啊的文 要保存啊 不然他 前一來幫我收 你都吃一去黑網啊 他說 三個房子怎麼幫你幫 這我來合調來協助農民 那是稍稍 其實那地稍 稍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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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次 に有 愛 和紅 我的洋 所以說 要順一點 天災 我們這個 環環塵 我們要射一下 他就知道 也不是照你的意思 你把它放不下去 你若不可以讓我放 也不可以修 若不可以修 這要叫蔡農民的方法 這拜託你 請蔡農民先把他彈出來 先精力好 放他的方法 我來協助工作 看怎麼更精緻 這是比較重要 這是災厚重建的東西 是 這是比較重要 拜託你 會應該 謝謝主席 謝謝 好 感謝翁議員 我們下一位請我們書記長 我們林崇瀚 林議員發言 謝謝 單位主席 首先 要代表全縣憲民 要感謝我們 這縣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員 還有我們警銷各鄉鎮公所的清潔隊 真的都很努力 尤其據我所知 大概在禮拜六 禮拜天 風災過後的隔天 就有很多縣政府的人員 主動回到縣府 因為縣府好像也是收災戶 那 不管怎樣 大家的努力 其實是碰到百年的這個牆台 但是還是有這個檢討 或者是有意見這個協討的重要 首先我想請教這個農業處處處長 議員長 處長 有一個地方 台東市有一個地方 非常非常的嚴重 本席建議 本席建議 處長如果有空的話 能夠跟我跟 吳秀華無業 一起來去會堪 因為吳秀華也很關心這個事情 在保安林地 就是205戶那些農民 尤其是有種植老業跟世家 一樣災情非常慘重 全倒了 但是吳 處長 他因為那邊是地墓的 長期的這個地墓的問題 因為現在他們的地墓是 呃 據本席所了解 是沒有繳租金嘛 但是現在碰到一個 這麼強烈的台風的過境 幾乎所有在205戶保安林地的種植戶 幾乎都立即面臨 這個遭受到這個 立即面臨到這個生活的困難 本席建議 請請教處長 處長 既然你說從寬從優處理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在205戶裡面 比照 不受這個農災損害的部分的範圍 那個請處長 你有沒有辦法來協助 爸爸 爸爸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 議員竟然提到 我們這部分把它裝在這個部分 針對這個部分 那這些區塊 我想我們 呃 找幾個他們的幾個代表 然後大概因為他們 簽了問題 就是他們大概多大面積 這個他們資料大概也不知道有沒有 是有沒有這個資料 就是說 這個資料都能夠有的話 雖然土地目前還是郭茶丹級 這個部分我們來研究看看 因為說我要跟你報 我要跟你說明一下 因為一樣的世界 但是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他們長期在那邊 因為從以前到跟蹤到現在 可能有用地步的問題 但是 因為他們長期要這個 大概只有找水利會的這個 這個約租金 但是因為他受災的很嚴重 所以本期希望你用一個專案來 特別處理這個205戶 尤其是 能不能跳脫這個農損的部分 能夠給你最最起碼的一個補助 可以嗎 是吧 ㄟ 大概現在目前最大的關鍵是面積啦 他本身大概多大面積 你這幾天你就安排 可能時間要快喔 我們時間盡量快 好不好 現在他們先量看看 先量看看 好 這部門請張處長幫我們協助一下 大概估一下 你能不能同時這個 本席跟吳修華議員 估一下面積 估一下面積 我們到現場馬上去看 我們是希望 越快越好 因為你超過時間 到時候大概都沒改 好 那我就等你時間嘛 好 好 我們現在請他們地震中間協助一下 我們來庫洋面積 裝那面積 你一定要給本席跟吳修華議員 好好 回覆 就裝那個就是那個老花老葉的部分 265 好 他裡面有很多啦 我們抓看看 好 到前的都還好 都是老葉跟釋迦而已 好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 現在帶 喂 社會主導 社會主導有沒有來 有 是吧 那個 本席覺得這次協調機制 社會主導裡面有一點問題就是 我們都知道 隔天之後有很多外縣市的政府 派重大的機具跟工作人員來 那我們先不講這個損害的部分 我們講這些 義務來台東縣幫忙的人 我們提供最基本的住宿 跟飲食應該是最基本的 但是因為有很多縣民 打電話來跟本席投訴 因為 那一天有一天 在臉書上面有發言 就是說 在南京路 有很多外縣市政府的救災人員 在那邊沒有水洗澡 也沒有地方 還沒有地方住了 沼落 但是縣民有打電話到社會處 但是社會處竟然給他回答說 說縣民在挑他們的毛病 然後 這個安置的地方 沒有辦法去全部安置到 這個 說明這個 我們這個是要檢討的 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災民的這個安置的問題 現在市區裡面有很多房屋 辦毀跟全毀的 那個 雖然我覺得奇怪是那個 勞工娛樂中心這麼大的一個建築物 平常有人在居住嗎 有 他沒有辦法成為臨時的收容的地方嗎 嗯 包吟 老公娛樂中心 因為齁 你先聽我講 因為本席我聽到 幾乎都是 把這個工作 挑給鄉鎮公所 這個 這個 卸服應該有協調的功能 既然這個是卸服的財產 平常他都準備好了 為什麼 不可以把它當成臨時的 這個 這個收容中心呢 我跟你這樣一個建議 你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我可以說明一下 那個勞工娛樂中心 他本身也是那一個受災 他現在那個房間也不太不能使用 那另外那一個 目前需要收容的民眾只有六位 那台東市有三位 那台馬里湘南有三位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至於說那一個民眾在看到南軍路 有來外縣市來協助的那一個聚聚的 那一個人員 事實上那個情況不是這樣子 然後跟議員在這邊說 因為喔 我跟你講說 為什麼情況是這樣 因為就是有縣民當場去問 因為這件事 那個外縣市的政府的工作人員 去跟 去跟 你先聽我講完 先聽就是跟那個誰 跟我們縣民講說 請問哪裡可以有地方洗澡 議員讓我說明一下好不好 因為來的團隊我們 大部分都是來支援那個環保局 跟旅程那個消防局 那這個我們都有協調 都有安排 入住到我們那一個 那個民眾 欸 飯店業者提供的那個房間 那有一部分的人 因為他 顧及到他的車子 跟機械的那個安全序 所以他說他要留在車上 對啊 是啊 那 那個 他需要那個洗澡的地方 我們也協調那個體育場 開放那個體育場跟 我本席可以接受你的說法 有那個冠軍空間給他們用 因為這個在臉書上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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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民有反應出來 也有跟本席打過電話 我這邊還是建議 處長 將來在 最好是不要發聲了啦 那如果說 隨時要有一個準備啦 好不好 我們也 也有請台東的那個民宿 他有一個機會 我知道啊 我們也請他來現場 有有有 有很多飯店也是義務提供啦 我現在有講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縣外政府 外縣市政府來支援的部分 目前為止沒有說 讓他睡在庭上 還有就是 說你先聽我講完 還有就是 你不要先急著來回應我 因為 你告訴我 那我現在問你了 因為你一直回答我 縣政府現在有 立即處理的收容中心在哪裡 你告訴我 你先告訴我啦 因為我曾經問過施工所 施工所說 跟我的災民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只提供 災民住宿到禮拜五 禮拜四這樣 三天四天 那你告訴我 你剛才解釋這麼多 你告訴我 最起碼現在 目前 假設 台東受到重大的災害 有很多災民 無處可住 你告訴我 只要一個地方 你提供最緊急的 測難的場所 或是收容場所 就好了 報議員 那一個 按照災害防救法 其實那一個 平常都有 各鄉政公所 那你就告訴我一個地方 你告訴我一個 實際的一個地方 那以後我就可以告訴我的災民 要去哪裡住啊 有啊 全縣如果災 按照那個災害防救法 我們備有七百多個 那個收容所啊 什麼東西 按照那個災害防救法 全縣我們總共 你一直講說災害防救法 本市現在要問你 就是說你提供一個 假設現在台東線 封骨封鴻 你發生災民要送安置的問題 你告訴我 你一個處長 你現在安置在哪裡 你告訴我啊 第一個 那個 個裡的活動送信 會是優先安置的地點 不是 因為 我今天會講這個 最好我不是 雞蛋裡面挑骨頭 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事實上有很多火災水災 其實 不要講到颱風 有很多臨時受災的 這個 這個災民 喔 他 他能夠臨時能夠收容 他最大的地方 他一定是要求助縣政府啊 但是我們縣政府給他回應說 你要去找鄉政公共所 那鄉政公共所 就跟他們講說 你住到禮拜二禮拜三 抱歉我沒有辦法 而且你知道嗎 縣政府的人員 竟然 有些人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錯誤的訊息 可是 可是給災民的感覺是說 欸 不好意思齁 你先借助朋友家 或者是你親戚家 你先借助 我覺得這個齁 本席 覺得這個是 態度處理的問題 我 我不是針對你們 社會處 對這次風災後的表現 本席只是想提醒你 下次再 如果真的 有這樣的災情的時候 縣府要對這些 無處可住的 災民要有一個立刻性的 收容的中心 你這個是本席要提供你 這個真正的意思 好不好 好 我是提供你這樣的意思 這個我們會來 趕快來 主長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 接下來是 張竹蘭議員 張議員 因為 還有林參天議員第一次 他沒有 還沒發言 是不是讓林議員先發言 好嗎 張議員 好 我們先讓林參天議員發言 黃天澤第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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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主席大家辛苦 哈 那個 社會處長 社會處 現在目前的災困 目前災困 總行業到今天為止 都做多少 到昨天銀行下班為止 跟議員報告 大概一億五千 一億五千八百八十多萬 我建議啊 成立一個監督小組 你們回去自己去研議 我希望你回去 九十九年一百零一年一百零二年 天秤 天兔 莫納克 所有的 災款的一個明細的流向 把他做一個流向表 發給我們前一員之道 感謝各位的辛苦 跟努力 那個建設處長 還有農業處長 在這邊呢 來農業處長 來拜託一下 你們兩位辛苦啦 因為這是前面性的障害 要緊急的傷害 要把它降低到最低 那我希望你們兩個 下了這個會議之後 趕緊把它做一個補償的 一個賠償辦法表 給我們各一員之道 因為有很多災民 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去申請 條件是要走到什麼程度 要讓大家了解 因為你這樣口署 大家不清楚 快下一個表 涉嫁到那裡 我們可以補助的反應是啥 我們的農宅順勢的 可以到什麼地方 可以讓農民來申請 防止前島半島的 屋頂瓦片規則的鐵門 壞掉的 是補助到什麼程度 把這一個機制 告知我們全縣民 先讓我們的議員同時知道 我們的法國度 去第一次山 可以跟他解釋 可以很了解 兩位請坐 那個文法處長 那請問 最近有什麼活動嗎 呃 因為林伯特颱風來 我們活動幾乎全部停止 那除了這個禮拜的 曾宇謙跟雲門五籍 什麼什麼五籍 因為五籍的 那要花多少 那錢要花多少 那個是公演出 縣政府沒有出半馬錢 他們是歐元的不用錢 對 一國就不用開 對 那要跑得好 他們有去募款 募款啊 是他們自己募 他們自己募 然後他會到偏遠的地區 我是覺得在這個災難的時刻 我們要住各單位 盡量掃辦活動 我們再接受人家的災款 要讓人家有感 來請坐 那個警察局長 感謝你對這次的颱風 對整體的治安的 人家的表現還非常的良好 我希望在這個重災的地區 不管你這個位階 是在台東多久 我相信 你本著你 正在一個警察的工作的崗位 繼續努力 把台東的災害降到最低 尤其在交通方便的一個管制 救災需要交通的管制 才不會造成人禍 請坐 謝謝 來的秘書廳 秘書長 我上海 跟各單位所要求的 尤其贈災款 你一定要嚴守把關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剛有要求 希望把我上海水面的 上個颱風 過去的贈災款的使用跟流向 把他公布 讓我們議員知道 甚至要上網 讓人家全國的愛心 能夠感受得到 這是台東要做出第一口 在這個經過的救災 裡面 我們看到是全民情 所以我們不用慢慢 我們要調和的機制 一定要建立 像剛才林聰安議員所講的 社會處的一個安置 就是一個敗筆 我希望未來的檢討之後 我們成立一個真正的一個災害的救災機制 打造一個真正的新台東 把新生命重新再站起來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請坐 請坐 你來自於 岩湘的事務 是非常了解 岩湘的部落 很多的產業都集垮了 過去你在原住民的這個位階 你對岩湘是非常的了解 積極輔導岩湘的產業 重新再起 你讓岩湘處長有來嗎 岩湘處長 你要配合我們的民政處 你對岩湘比較了解 在這裡不分族群 就在不分政黨 你們兩個一定要落實 在最短的時間 把台東的傷害降到最低 請坐 這個財政處長 我們齁 在這裡也要輕輕跟你要求 對於這邊 不少的震災團 希望我們能夠表現一次 給全國的好朋友 讓他們知道 震災的意義是什麼 你要嚴守把關 好不好 是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的努力 大家一起用心 把團體聯繫在一起 讓台東人民 尤其是農民的部分 那個市署長 拜託全國軍人請 我幫你報告一下 苦民所苦 就有關你在認定的標準上 我希望你能夠 體系農民的辛苦 你請坐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林三天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這一次 受災也相當嚴重的欄語 我們王天德黃遠發言 感謝大家主席 首先我要感謝我們的所有的議員 還有我們縣府這一次的風災 雖然是一點點的一些災害 但是很感謝各位的電話的聯繫跟支持 因為我們來這邊的話 雖然是風災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災情還是有啦 不過在第二天災情結束 颱風經過之後的第二天 也動員了所有的我們的鄉民 把環島公路處理完 一切都會不正常 但至於在路上這個部分 我想電信這一邊 因為電信在這個電話中斷之後 還有少部分的村莊 尤其是我們公所已經一個禮拜了 到目前為止 還電話還沒有完全通 希望說有關單位或能協助 派員一下修復一下 我們這一邊公所這個電話 因為鄉民還親自跑到鄉公所 起車之後 就為了這個電話中斷 讓鄉民比較累的一點 但是至於在航空這個部分 我想從軍員到現在 我們的遊客在第三天 我們遊客就進來了 而且是班班客嘛 造成我們所有的蘭嶼鄉民 有一些腸胃不好病患 都沒有辦法做上去 所以我想這一點也請我們 關旅處吧 這個就是麻煩跟 還有我會協助配合一下 或至於在航空這個部分 機位或希望是能留給一些 我們來因為我們還有難以十幾位的病患 或還在難以等待這個補位 我想這個航空的這個座位 或這個飛機的座位或是 真的是沒有辦法 你要叫他們去坐船 現在風浪又那麼大 你要在第二次傷害 或這個腸胃一吐再吐的話 真的他們會受不了 所以現在目前還有十幾位的病患在難以 希望說盡量協助一下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海運 海運的話 因天候不佳啦 現在或昨天應該是有一個貨輪要進來 但是因為風浪太大了 可能過幾天再不來的話 可能也要斷糧 我想說至於物資方面 我們也沒有辦法進來 但是希望說 協定小一下 我們目前是客運的話 客運的話還正常航行 所以我想說看有時候有什麼震災的話 或者是物資的話 希望說藉著這個客運 能幫忙協助這個運到難以後 至於我們的客輪 真的沒有那個貨運的話 真的是沒有辦法 希望我們幸福這一邊能溝通一下 或讓這個客輪或幫忙載運 這個就是我們難以最 現在最目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感謝各位 謝謝 王醫院 你有沒有需要哪一個出事回覆你 沒有 好 你只是把難以目前面臨的狀況 讓所有的鄉親知道 好的 好 我們接下來請 我們接下來請 張主任 是張主任 張議員嗎 好 謝謝主席 在這裡 有關這次台灣的事實 我還是談這個 這次我們被人鄉的狀況 真的 在第一時間裡面 當天的8號凌晨到天亮 6點鐘開始 我們就開始 開始作業了 所以在這裡 我首先要感謝前秘書長 我去轉答一下 黃秘書長 這次非常感謝 因為我們在聯絡電話當中 跟縣政府的這個房台中心 然後跟電力公司有關單位 只要我們被人鄉 在這次颱風受到衝擊之後 需要 需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去聯絡電話的時候 所以我在這裡 要感謝一個 就是說黃縣長 黃建廷 因為這個話怎麼講 這是我本身 在聯絡事情的過程中 所依到的 就是說 他們說你們縣長打電話 已經做協調了 要速度要快 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比較放心 所以我們就 接著馬上可以把電話交給相關手 或是地方的百姓 讓他知道這個狀況 馬上就要再行動 所以我在當天8號凌晨以後 然後看到各單位 所以電力公司也好 其他單位也好 就開始動作了 所以在這一點 我們要謝謝縣政府的團隊 在房台中心 做這麼快速的一個處理 另外一個就是 北南鄉這次的 房台中心裡面 也非常感謝縣政府 但是有一些工作當然是會帶慢 我說事情都是有輕重反擊 像電力公司來講 我那天在議長 在舉辦記者會的時候 我有提出 應該給予很多的掌聲 因為怎麼樣 台風一來 這次台風大家都很清楚 百年來第一次所見的 所以你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哪裡重要 當然有大家的考量 所以輕重反擊 所以比較慢的應該 我們再快速的來加強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感謝 我經常講 每次台風的時候 速度最快速度最快最快 就是電力公司 因為沒有電 真的大家都受不了 家裡有老人 水塔在樓上了 水也打不上去 要洗澡也沒辦法 要怎麼樣也沒辦法 煮按也沒辦法 所以在這裡 電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 但是這次電力公司的表現 應該是可牽可點 我們都應該給予掌聲 另外就是 政府社會處、農業處 跟管理處 台東要發展觀光 當然現在我們的路樹也好 我們種植樹木也好 公園也好 都被摧毀了 我希望農業處跟建設處 跟管理處 想盡辦法跟中央爭取 或是弄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倍金也好 去買一些樹比較大顆的 有的比較 垂比較壞的地方 趕快補起來 不要種到樹苗慢慢來 那台東發展 那是來不及的 好不好 我們希望把這個面貌 雖然不能完全 最起碼 我們家庭腳步 讓他看到台東立了一面 我想這一點 要拜託那個 建設、農業跟管理處 大家來配合 看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善活的事情 另外農業處我想請教你 那個釋迦 那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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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頃有補助五萬塊錢 有這位是 有嗎 有沒有 有 有齁 那個我會拜託你的事情嗎 他範圍大概不會只有針對釋迦 範圍會大概有 但是確定的 其他的種苗也有嗎 有有有 其他的都有 好 其他的苗木 我現在這樣好不好 我拜託你 公告以後我們會轉出去 你趕快是不是可以行文給鄉村公首 沒有沒有 因為公文還沒有下來 還沒下來 還沒下來齁 那你是不是可以 大方向是這樣進 你現在可不可以先跟中央確認一下 這個 確認好以後 用電話聯繫相公首 好 好不好 好 讓他們心裡有個準備 讓農民在整個作業上有個準備 政府可以補助一甲 一甲 一甲 一個多少錢 我現在就要整地 讓他們前置作業可以提早 我們有保持密切聯繫 確定下來馬上要轉出去 好不好 好 那另外齁 另外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果樹的東西齁 我說這次的台灣太強了 他不是倒下去而已 他在那邊轉轉轉轉轉 繞圓圈 根性都是破壞掉的 心裡難難 你在怎麼做他也不會火的 所以在這裡 我說在補助方面齁 應該要重修重塑重寬 這個一定要落實到 這次台灣特別 我在這裡拜託齁 有其他細節 在法律上也不用 剛才林東環所講的 我想這些東西齁 以這次的脫時狀況 行政院長來看了以後 也是肯定嘛 啊所以這樣的事情 我希望說 政府觀點一定要去落實 不要說齁 一國多自然 鄉政公主都有不一樣 我想最近 剛剛林東環已經講過 事實上這個問題齁 媳婦的問題還是很多啦 所以縣政府就這樣 從關從事從前 從以後這樣來去處理 來去落實 好不好 這一點你辛苦一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張主任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參與林議員發言 陳之鋒議員準備 謝謝大會主席 那我在這邊先請問一下 我們的農業處處長 那個 這次的颱風齁 雖然強風的時間 在我所看到的是 四點到差不多六點之間嘛 雖然我們達人大五 不是種災 種災區 但是房屋的受損上是還好 但是農作物的損害 還是有 有地區是蠻嚴重的 那我很認同 剛才那個林議員 所說的 雖然你剛才我們處長講 我們所謂的外圍 但是就以外圍的部分 那個果樹的部分 雖然沒有全樹的倒 但是 它已經影響到明年的收成的時候 我想希望我們縣政部 從寬的部分 這個應該 果樹的部分 也要列入在我們的財務處 因為我們台東縣是現金 現行救助跟幾滴滴貸款的地區 所以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報 所以我們達人不是屬於外圍都可以 都可以不是我講的是前線都可以報 我只是講說台東北南泰馬里 那個幾乎只要有種 大概都可以這樣認定 但是外圍因為它輕重不一樣 所以我講的不是只有台東 所以輕重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外圍的部分 我們要很嚴格的去 都可以 都可以報啦 都可以報啦 只是說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前線都納進去 所以不管你種什麼 都可以報 好 謝謝處長 請坐 那我想請問一下嚴明處處長 我們過去那莫拉克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申請一個人力的臨時工到各村 這次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有 從禮拜一的時候 嚴明會有打電話跟各個鄉公所 這次有提供三百個工作機會 就是類似乙工誕 就是家裡有毀損的 就是可以來申請 所以各鄉公所 去到各鄉公所 去到各鄉公所 報名就對了 對 到時候會把那個 如果是說到時候 我們後來也跟移民會這邊談過 如果是說三百個名額不夠的話 我們也考慮再跟移民會談 那時間是一個月 兩個月 時間是一個月 對 好好 處長謝謝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的教育處處長 處長 這次我們達人到那個地方的災區 學校的部分 學校的部分其實也是蠻嚴重的 其實有一些樹都一些倒 但是學校的教職員 或是我們部落的同仁都把它 差不多清乾淨了 但是有一些還比較大顆的樹根 學校還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那處長我想 是不是可以調派一個重機械 或是大卡去那邊再清理一次 我們現在得到的消息 訊息是土板國小 土板國小對 土板國小我們在前天 就已經告訴他們說 直接動用清費 因為我們現在現有的大型機具 再拉到土板國小去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前天我們就已經通知蕭德光校長 就是自己調車來處理就對了 好處長謝謝 主席宜善謝謝 好謝謝蔡玉琳議員 我們請陳士風議員歡迎 謝謝大會主席 蕭局長 這是你們管副決定 要由你報告的 剛才跟我們副議長 說讓管長報告 來我請教一下 像你目前在所在 我們台東 還有六個所在 要不經歷 甚至要不會 一些道路也不會穿上去 喔 要不經歷 你是說那個環境的部分是嗎 是 這可能要請 請環保教來 給大家去清掃 這就是一個要拿一個嘛 環保教可能來就拿起工所 因為大家都會認為 這都是起工所的事情 不會啦 環保教可能要給他請教 是不是 我現在要請你報告 我現在要請你來講 因為你才嚇你了 我是會診各單位的資料 你會診各單位 報告人就是你了 我不知道請教你了 我現在也知道 請問我也是要請問我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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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那些工庫 跟 智昂那裡 都請問我 那區 現在 分座十區 來區已經OK了 那其他的 其他的 九個區 呃 陸陸續續大部分 會在今天完成 那最快到明天的中午都會完成 對 其實你在 你在說的 十個區 齁 我相信說 我們這裡三十個區 不知道你 十個區是怎麼分 怎麼分的 喔 這怎麼 我應該是 我都沒有人知道說 那十個區 你們是怎麼去分裂 哪十個區 齁 你再跟我解釋說 怎麼九個區 哪幾個區 你簡單給我 講 你簡單再下一個區 因為就是 這是我們 新政院政府委 他來 協調這個 因為現在是 國管區來的嘛 他現在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這樣 46個里 他把它劃成十個區 然後 每一個區都有不同的縣市 負責一個責任區 啊責任區 這樣 這樣因為 你讓一個管區的 那個支援團隊 齁 他來認養 那一個區 那一個區 他們比較有 洛氣嘛 不是啦 那一區多少人 蛤 一區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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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看他們分 因為這個廟 是那個 房財中心那時候 政務委員合定的 民間 你說是外縣市的 一些資源 來支援的嘛 對 民間的民間 你怎麼分裂 民間五志工齁 以為社會處跟財經處 他們去調度 因為我現在只負責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的 公共單位的 一個清理 就是市榮後的公共空間 道路那些的清理 民間的來 民間有 也有調配 但是不在我們環保局 這邊的一個調配 邊在哪裡 就看那個 志工他的信息 因為他是社會處 跟財經他們會去 科會貼調配 有 有帶進去 這樣你待會兒問到 各級處都問到 一個一直拆一個 你請問一下 社會處 那邊 社會處 那邊 社會處 是 那是民間的 民間的 那些民心的志工 他自己照來 那些 結果來到我們社會處 這邊報到 那邊編組 後來編組 後來 給那個理長 學校 給理長 還是給志工做 還有學校 還有那個 那個 類似老人機構 這些 這些單位 他來申請我們 集合交給他們 帶隊的人 他們帶去 幫他們做 一個協助清理的工作 因為現在國管市 他自己照來 林林心心 人數也蠻多的 一天差不多都兩百幾個 我 我 我怎麼把他 那個報到 我去辦 那些投保 然後當我編組員 交給 那個申請要用人的志工 等於我們 人去支援 這樣 好 謝謝 你請坐 我 你請坐 我再一次說 我們這邊管府 我們管府團隊 的努力 大家都有看到 你們都辛苦 你們都辛苦 不過你們優租 可見這邊 當然啦 這 不知道後面還有這種 紅胎嗎 後面還有這種 紅胎 應該是來調肥 你們就大家 架親救贖了 希望也不要有這個紅胎 你們辛苦 那個 政策書 我 我在 前景 來 應該是 前景 我前景 我跟 管府建議 我也在 上方 放在 那些 屁在上方 我前景 我建議說 我們的樹木 安全島縮小 那些行道樹 改為矮叢樹 什麼樹 什麼樹 那些行道樹 那些所有的柱子 沒有椅子 改為矮叢樹 嗯 嗯 兩年前 做 沒有這個事情 既舊樹木 沒有這個事情 感謝 我們 我現在 跟你探討人說 我之前建議的 你沒有做 因為那時候也不是你做村莊嘛 對 我 我要 建議是 這個建議是不是 你怎麼 可以拿出來 你 你做 廠庫 我們 台南 有些事物 我 說這個不知道 去市長 有些事物 有些事物 其實 季節性的 都是 垃圾 垃圾 都沒有人要整理 你又說 所整理 他也整理不起來 剛才有 我們當 當時 有提議 說 我們的 衣服 因為這邊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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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物 這個 部份 都 那 武衆委員 他也說 這點 他就是 現在 中央的部份 任務表 到我們建設 出賣 來參與 透明這個 路衣的問題 我是順帶給你提議 是 這不是一後 你還要 都要 都要 不知道 啊,當時那個廚物也是要採大那些 是不是在後面我做一個教會 我們在台東的廚物的部分 可以做一個改變 好,這個部分我們好習慣來採訪這個問題 甚至來配合我們的道路整個經關 是,是 好嗎?你先坐 好,OK 那個文化主婦 我要借這個機會 我要問你一件事 我們那個民權理日式建築 要整理那個一億八千萬 那個經費怎麼由來的 好,跟議員報告 那個區的歷史建築總共有二十九棟 那因為分屬不同的公部門 現在已經撥用的有十七棟 那縣長只是我們列入今年度的重點工作 所以我們在五月十三號到文字局去做簡報 那因為它是競爭型計畫 不見得一定會通過 但是簡報當時我們的回應很好 委員當場說給予高度的肯定 那我們申請四年 那我們申請四年 中央補助一億八千萬 你們經費是爭取四年還是今年爭取? 四年 那為什麼網路上是別人爭取的呢? 是你們沒在做嗎? 簡報是我去報告的 是你們沒在做還是別人爭取的? 簡報是我去報告的 當場委員說非常贊成 因為歷史建築很少縣市有這麼一整區 還沒完整的保持下 那我來覺得你們都沒話說嗎? 我幹嘛? 我能發布新聞 還是別人的新聞比較強 你申請四年 在五月合遵 五月三十一簡報 對啊 在五月份合遵 為什麼變別人爭取 網路別人爭取 報告議員 到現在有幾個還沒很可準 你今天不給我做解釋 我告訴你 你只有八千萬三年 我絕對把你撞掉 今天是在做這個 給你做水平 我沒在騙 你如果沒有做水平 只有八千萬來 我當年落這個 這個動情話在說 我絕對把你撞掉 因為我不知道 你只有八千萬是在做什麼 現在經過你水平 包括你有床貨物在裡面 你所有人要經營的 是什麼東西 去公公的 只有八千萬 就把人家撞掉 我是希望我們管副團隊 尤其我們這新聞的 人家這樣說 我這也跟你們說 也頂著在說我自己 有什麼事情 自己要先說清楚 知道你會割 在我會 你請坐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謝謝陳之鋒議員 謝謝我們請 謝謝議員發言 謝謝大外主席 謝謝大外主席 他剛才因為 我第一個來發言的時候 有一些事情 第一 重災區應該是立島 那我現在補充一下 那我現在補充一下 我們縣武是不是應該 這個提議中央 或是我們縣武有能力提議 建請這個 台東的成功區議會 還有台東縣農會 在立島 這麼嚴重的災區 所有立島的居民 他的 這個房屋貸款 信用貸款 包括遺傳的貸款 購買的貸款 是不是暫緩一年 讓他們這一年喘個喜 如果是他半年就可以揮護 他就自動會去繳 那就一年以後 再來 讓他揮護繳貸款的這個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真的 連謀生公雞都沒了 我很怕有些移民為了貸款 再去二代 所謂的二代 現在就是找地下錢莊 這樣子的話 我們應該 縣武 我們政府應該緩緩於未來 這個是 縣武如果沒有辦法 我們是不是縣武要建請中央 介入 或是縣武吸收 這些 這些貸款者的 一些貸款的貸場 貸場以後呢 一年後 再恢復 由 這個 災民們自己來 來 這個 這個 償還這個貸款的問題 這個是第一點 如果需要的話 我想我就是 提建議案 讓 我們縣武有一個依據 因為 傳損 跟房屋的破損 跟房屋的破損 絕對是政府無法 彌補的 還是災民要自己 自立救濟 我們 我想請教一下社會處長 處長 我們台東有別的鄉鎮 不接受 這個 民間的物資嗎 救災物資嗎 有沒有這樣子的 或是縣武也 或是縣武也 阻擋 民間救災物資嗎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因為有需求 然後我們就會盡量調度給 好 那個處長 我這樣子 你請坐 我希望 如果有 希望不要有下一次 如果有 以後有台風的話 這個縣武的救災指揮中心 一定要跟各鄉鎮公所的 救災指揮中心的指揮官聯繫 這個 尤其立島的民間物資船 開了以後 這個民間物資 應該由我們縣武 我們自己 要來接 一定要接下好 這個是不是由船公司 吸收他的韻味 我跟你講 光我 鄉鎮公所不接受 民間物資的 那個 的時候 有一些百姓 他需要 有一些人 需要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麼 怎麼寄啊 我跟他說寄到 船公司 叫他寫我的名字 你們再寄我 辦公處 那這些韻味都算我的 這個就是一個 這之間的溝通一個問題 這個是政府應該應該做的 還有 立島要開始營運了 我建勤盧處長 我們也是受災戶 我們那個管制區 建勤 那個是我們的門面 趕快蓋起來 上一次我提 我提案的一二樓這個問題 我們來規劃看看 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做評估它的 就是說 結構能不能承受 那時候我們會 我們基本上這已經啟動了 好 那第二個部分 債袖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 就是現在已經在猜 一個危險的部分 我們先搶修了 有個議員提 貸款的部分 我是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中央它有機制 就是說 有貸款付出的部分 它可以提出它的 場在計畫 跟銀行來協商 那這部分如果協商問題 政府這邊會來協助 但是至於說 呃 零利率的貸款的部分 或是延晚的部分 目前沒有這樣子 不過他可以跟議員來談這個部分 那我們會先遇到 中央的機制來走 如果有問題 我們現在很願意來協助 呃 有貸款的部分 好 原來有機制我們會來爬 有需要的話我們會建議更 是不是有更優惠的部分 我們會來爭取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 上一次的八八風災是 無錫三年 這一次是 劉兆豪是說 第一例 上一次的無錫貸款 就我所知我去問過 高雄 他們是由 所捐的善款裡面 來補貼三年到零利率 是這樣子做的 那現任的部分 你必須要評估到 現任的善款到底夠不夠用 那這部分 我們會 中央的部分 他就是指提供低利 那零利率的部分的補貼 是由善款來自應的 先做以上的報告 好 主席 可不可以再讓容我 好像剩下我嘛 可以讓我 幾分鐘時間把它講完吧 那我們再讓議員 還有齁 那個秘書長在這裡齁 各級處長 我知道你們委屈了齁 我也很委屈啦 因為 我跟縣長齁 在台風過後 我就跟他申請要三十個國軍 縣長明明就在指揮中心 可是一 那個什麼 那個蘋果日報 那樣不詞的報導齁 對整個縣武的團隊齁 對你們的打擊很大 我知道 我認為 我建議秘書長 轉達縣長 等我們把我們的工作都 附件的工作 災後的工作都做好以後 我建議要提告 我建議對媒體提告 為什麼呢 只要一提告 我至少一半的清白 我有反駁的機會 如果這樣子 讓他肆虐的話 你雞蛋你在挑骨頭的時候 對我們整個縣武的打擊 甚至 會 牽涉到 好像是縣議員縣議會 沒有 善盡監督之責 只有 提告 才能監督這一種 怪獸級的第四潛 不時 我們就是要把他追出真相 真理夜兵夜明 所以請秘書長 轉達縣長 不得常常用 重傷掛條件 這種都不行 這個對四季的打擊有多大 所以 千言萬語 還是跟各位 這個集書長 說一句 我們一起來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你 接下來的議程 臨時動議 因為應該現場也沒有議員在這邊 那今天早上 謝謝 謝謝 謝謝書記長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的議程是臨時動議 各位議員 現在有沒有臨時動議 沒有 好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 各位辛苦的工作同仁 我們是不是就會工作崗位 各自捲起袖子幹活吧 好 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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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